自饮食 卫生安全的来看到 就是阿舍干面了 卖面条已经15年 但是默默无闻 没想到呢 4年前因为这个酱包开卖之后呢 一切的爆红 要升为是网购冠军的商品 不过现在呢 因为这个酱包出了问题 所以呢 卫生局也查出来 有14万包的酱包 是有发酵膨胀的情况 现在呢 这个阿舍老板也亲上火线 向消费者道歉 我会弹耶 酱包仗得像球 丢在桌上会弹跳 网路超夯的人气干 酱包出包 遭卫生局勒令停业 老板亲上火线道歉 感到很抱歉 让大家有这个购买的疑虑 这些全都是 昨天才刚到货的阿舍干面 不过可以看到 这一包完全密封的干面 我们打开来看 里头的酱包呢 已经膨胀的像气球一样 出问题的酱包超过14万包 卫生局勒令全数销毁 专家研判酱包膨胀 是内含物腐败 可能是生产线污染 杀菌不彻底 密封不完全或保存不当 吃下肚可能会中毒 下粒 严重还会引发救急 会产生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原料的来源 原料加在一起 才会产生那个 那个含水分过高 业者把问题归咎于 上游原料供应商 其实阿舍工厂问题层出不穷 厂房旁还在进行工程 工人钻洞 粉层乱飞 疑似就是细菌来源 还有调味料包装 没有专业的一贯化作业 更离谱的是工厂没有执照 阿舍干面卖面条 15年默默无闻 4年前酱包开卖 打开知名度 一系爆红 但如今却也因为酱包出问题 让商与一系全毁 中天新闻 许晨文继博士 SNG小组台南报道